反正就是前一個範例 如果去到EBT如果說他有一些哪一些 比較相對不足的地方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第一個中文辨識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些些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中英文的辨識 要把它做一個判斷 好像常常會出一些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能要自己 學會怎麼去補足這個部分 不然的話如果出錯 你怎麼問他 他就一直給你錯誤的答案 你怎麼做都做不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你就用自己的方法 好上個禮拜我們有改了一下 還記得吧 後來我有做了一個中文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的話 我怎麼判斷 英文是like like a到d 這個小寫0到9 那如果假如是中文的部分 我後來的話 我是用了一個叫asc的一個 中文部分 有沒有 在這裡 中文的函數 就是把那個 current chart有沒有 它本來是用like like的方式比較一下 是不是0到9 或者a到z 大寫小寫 那如果中文的話是用asc asc如果小於0的話 這個asc的話 這個asc不是Excel函數的asc Excel函數的asc是轉半型對不對 可是這裡的話呢 是取得它的什麼 它的內碼喔 OK 特別至於名稱雖然也都叫asc 可是結果不一樣喔 那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我怎麼知道 就是asc的使用方法有沒有 檢視裡面的什麼 即時運算視窗 如果假如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 比如說你不知道哪一個 函數的使用方法 你可以打一個vba 電嘛 那這邊不是有個asc 那你可以引用它嘛 那刮糊之後的話 比如說這個地方我給它加一個資料庫的字好了 比如說支這個字的那個內碼的位置 enter 有沒有 它得到的是負值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給個a 大寫a enter 65 所以你會發現喔 假設輸出9好了 9是57 所以呢 如果它的值假設是負的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中文 所以我們是用asc的函數 asc其實就是 你給它哪一個字 它幫你查出它的內碼的位置喔 ok 那所以喔 我後來好像就是把這個asc 拿來改成它的判斷 有沒有 所以只要小於0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中文的 這上禮拜有講的 所以這個 把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因為 chrgb在這個地方真的是有不足的部分 所以如果假設不足 那你就怎麼樣 自己把它想個辦法解決 另外的話 全形的辨識也是會有問題 因為它好像搞不清楚全形半型 所以怎麼辦 乾脆你就直接用那個 asc的函數 這個值的ecell裡面 直接轉半型喔 直接乾脆你就不要管了 反正只要有全形字 你一律用asc全部自己手動 或者是自己把它先轉成這個半型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你就不用再去管了 不然每次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解決全形的問題 它好像看不懂 即便給你答案 但是通常都會有問題 另外的話呢 版本的問題我剛剛提到 就是這個函數只能用最新版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自定函數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不然的話 你其實把剛剛的問題 再丟給出來 他還是用這個函數 我發現他真的很喜歡用這個函數 而且還要執行正列 這個其實就會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剛剛的部分把它做完之後 就可以類似像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就是 這兩個也把它完成 所以你這個ok之後的話 那這個應該也ok 你還記得吧 英文函數 那改的方法呢 第一個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函數拿來改好了 複製一下 那我把它貼上來好了 貼到這邊來 那其實一樣就改幾個地方 改這邊改英文 然後記得上面改了 下面也要改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 只有一個地方要改 就是預設值是沒有 比如說這裡面 我怎麼知道這裡面有沒有英文呢 那我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預設值沒有 然後如果是的話 所以把這個input test 就指的是把字丟過來給他 透過len的話就算幾個字 所以1到幾呢 len算完 這個seal是5個字 所以他就跑1到5 等於是跑1到5個字 把那個字切出來 把那個字切出來 所以用mid把那個字 哪個字 1嘛 先切過來 所以colon char 這個裡面先放1嘛 意思類推 然後 這個地方有個like有沒有 那這個是0到9 所以如果我不是0到9 我是A到Z的話 還記得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什麼 把它打一個A到Z 你這樣就大寫 那小寫怎麼辦呢 小寫很簡單 小寫再一次 A到的話就一個減號 A到Z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子就來表示什麼 這個英文的部分 所以喔 數字是這樣子 然後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OK 然後 這個應該不用改 寫完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把它貼過來 改個名稱 改一個規則 這樣就OK了 阿試一下 所以 這邊又多一個什麼 英文函數 然後呢 把資料給他 如果是 英文大小寫 幫我留下來 放到儲存格裡面 OK 好確定 向下填滿 沒錯吧 OK 好 那個數的話呢 那一樣啦 其實跟剛剛類似 所以你就把這個 把它再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就改成英文個數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直接把這邊加一下 那只是把這邊改成0 有沒有 然後 這邊加1 有沒有 就是4就加1 4就加1 算幾個啦 OK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裡吧 空一格 打一個int 它就會出現int integer OK 其實你說不用int 其實另外也可以用另外一個型態叫long 不過這邊我是覺得你就記int 好了 不過我記得int這個型態 它的最大數字 好像我記得是6萬多還是3萬多 因為 32位元跟64位元的這個型態不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按F1有沒有 我剛剛是按F1 這個按F1 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說明 F1 比如int 你不知道對不對 按一個F1 好 它就跳說明了 那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個整數的一個資料型態 有沒有 整數的資料型態 然後它的整數只能夠儲存16位元 也就是2的16次方 那2的16次方的話是正負這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的值比這個值還要更小的話 或者是比這個值32767 如果還比它更大的話 它會出錯 OK 也就是說它只能允許是這個兩個範圍之間的值 我看一下我們這個會不會超過 應該不會吧 我們沒有這麼多 我們頂多就是 都是個位數個吧 但是如果將來 如果會超過那個數字 你就不能用這個型態會出錯 好 這樣應該OK了 那我們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再插入數字個數 然後一樣給它資料 算完5個 應該沒錯啦 像下填滿 而且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轉成integer 所以它的對齊方式有沒有發現 大家都靠右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剛剛假如 你這個型態還是保持字串的話 它就會靠左對齊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這邊把它改回來 改成這樣 它返環是文字對不對 如果打勾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馬上靠左對齊 所以這個也是判斷資料型態的一個 算是小細節吧 所以我一看 不對耶 它為什麼靠左對齊 特別要小心 因為它不是數字 雖然它上面是數字 但是你如果把它拿來當數字用的話 那會出錯喔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把它改回來 這邊把它控一個integer OK in 好 這樣的話 我基本上 就是可以把這一題打勾一下 OK 就完成 最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說最後這邊插入三個按鈕好了 一個按鈕叫數字個數 數字 有沒有 意思類推 四個分別在這邊 然後一個清除 清除就通通清掉 怎麼辦 你說 老師那剛剛我們都寫成方選啊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直接變成sab 那當然幾種做法啦 要不就是把方選轉成sab 你說不會 其實有一個方法啦 就是你貼到challby 請幫我轉成vba的sab程式 然後把這一段怎麼樣 直接貼給他 他會自動幫你轉 是絕對沒問題的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但是如果你會寫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自己 稍微試試看嘛 不過另外還有一種做法 好像上個禮拜也有講到 就是如果你已經是方選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呼叫的 也就是說呢 可以不只是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是在這個sab裡面可以使用 這個isab裡面我們可以用嘛 插入函數這邊可以用之外 其實sab也是可以呼叫他喔 OK 然後如果sab呼叫他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重寫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要呼叫他的話 那怎麼呼叫 所以第一個嘛 這個先清掉好了 假設這個按鈕 如果我今天希望增加一個叫 數字個數的一個sab 所以名稱我就先用這邊就好了 然後打一個sab 貼上 Enter就可以了 sab空一格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多一個sab 可是這個sab的話呢 是直接呼叫他就可以了 呼叫這個數字個數函數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呼叫 第一個的話呢 當然呢 sab本身 你必須要跟他講說 你的範圍在哪裡 有沒有 所以你要先跑一個回圈 4i 一般是哪一列 等於第幾列 第二列 到第九列 2到9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有4一定有NAS 這個是一對的 接下來的話呢 按一個TAB鍵 那接下來因為 它跟那個function最大的差異 就是你必須要 把你要丟的資料的位置 告訴它 那我用儲存格 因為將來我要輸出的 輸出到哪裡 輸出的話是輸出到這裡 那它是一個範圍 對不對 是剛好是2到9 那它的B欄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敘述的話 特別注意 你這邊要用sales 儲存格 那你輸出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用i來代替 列的話呢 就是第二列到第九列 逗點 後面的話呢 你用b欄 這個是文字喔 特別注意 你要丟的東西 請你放前面 等於 那我要算的是這個的數量 所以你接下來就是 直接呼叫什麼 呼叫那個函數 哪個函數 數字各式函數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呼叫這一個 直接偷懶一下 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這個名稱喔 複製之後 然後把它貼到這裡啦 OK 然後刮弧一下 也就是說呢 數字各式函數呢 除了說可以在Excel裡面用喔 在VBA裡面也可以用 那被Sub用沒關係 那你會發現 刮弧之後 他會問你說 請你給我一個input test 而且是要一個文字喔 所以你說那input test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這裡啦 就是這裡 那我們總共有幾個 2到9嘛 所以是 這個儲存格先放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加的話 就是A欄的資料 那很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拿這邊 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給個A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Excel的資料 因為是先從2開始嘛 有沒有 4回圈是從2開始 那我就先抓A2的資料 先把它丟到這邊來 丟到這邊來之後呢 那你去幫我計算結果 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 他就這個函數呢 就會每一個每一個去找嘛 找完之後的結果 旅程到前面去 旅程到前面就是指的是這個位置 有沒有 那他會先第二列 第三列 一直到第九列 那就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這個sub 那我們就寫完了 我們試一下喔 所以喔 如果假設 你這個sub不要重新撰寫 而是直接拿現有的function 來用的話 可以這樣寫喔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就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他就第二 欸 0個 第三 三個意思類推 OK 那其他的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我們主要是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數字 個數跟數字 改為英文函數有沒有 跟英文個數函數 改法都差不多 然後呢 在底下增加一個sub 試試看 那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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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自 之間 按照 點鈴